你绝对想象不到 霸王的队友能靠谱到什么地步 知道霸王变回时代后无法使用融合 于是就亲自下场激励时代 虽然嘴上说的凶 要消灭时代成为二五仔 但其实名演员都知道 他这是要将自己化作经验包 话不多说打牌搞起 由二五仔抢先进攻 召唤恶魔史莱姆攻击表示 戴牌结束回合 轮到时代 开局就神抽融合 不过可惜 现在的他对使用融合有因应 只是以攻击表示召唤爆裂女郎 并且顶着戴牌 也要让女郎发动攻击 二五仔冷笑叫停 确认了时代无法使用融合的事情 于是为了帮助时代打破阴影 发动陷阱卡等级包围网 限制住等级4以下怪兽的攻击 这下时代如果不使用融合 那么就无法召唤出能攻击的怪兽 突然玩腾翔感觉自己行了 二五仔的回合 发动恶魔史莱姆的效果 通过支付500生命值 就可以召唤出同龄卡 并且不限制发动的次数 召唤第三只恶魔史莱姆 不过因为要维持陷阱卡 所以要限制掉一只 接着二五仔举起一张六星怪兽 限制掉第一只史莱姆 召唤恶魔双头兽 这下时代慌了 面对恶魔双头兽的攻击 暴裂女郎率先阵亡 连带着时代的生命值也下降500 并且二五仔表示还没完 双头兽可以一回合攻击两次 又是一发火焰弹 直接命中时代 生命值降到1800 二五仔简单结束回合 然后在心中暗想计划成功 因为时代是那种不残血 就不会玩的主角 抽卡 是没有见过的牌 配上这一手的六六大顺 时代不慌不忙 召唤元素英雄荒野侠 效果由二五仔解释 这解说效果合理 突然完腾翔被吓尿 是已经下线的三则 同时也是漏网之鱼 知道了时代变成霸王的事 并且经过完腾翔的叙述 了解到时代无法使用融合 于是三则极了 融合少年居然不能使用融合 现在时代的手牌中 有金刃侠和融合 只要召唤出巨齿荒野侠就能获胜 但是现在的时代 只要想使用融合 脑中就会飘过使用融合 伤害众人的场景 果然还没有觉醒的气景 于是三则恰到好处地进行嘴炮 不愧是本校为数不多的好队友 三言两语就说醒时代 很好 他要动用融合了 没错 从手牌将融合送入目的